他 来 来 停 上 树 7月15日 安徽省马鞍山市河县捕尘村的留守未成年人之家迎来了暑假开课的第一天 这位勾搂着身躯在讲台上讲英语课的老人名叫叶连平 今年92岁 是安徽省河县乌江镇捕尘学校的退休教师 听课的是来自周边村庄的学生 多数为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 就下课了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我的指挥棒 他用什么 这是原来是什么呀 这是废物 这是打羽毛球的那个废物利用 这个孩子们的卷子是您印的 对 您花钱印的 对 您问问咱们的孩子 我收过他们什么钱 我没算过 我没算过 我也不准备算 从2000年开始 叶连平创办了留守未成年人之家 利用节假日免费给周边的学生补习语文和英语课 根据不完全统计 19年来已经有一千多个孩子在这里得到过帮助 如果叶老师不帮你们去辅导英语 你们怎么去找谁去辅导英语去 是有点希望让老师想不来的一个班 那你觉得在叶老师这班上 叶老师怎么能帮上你呀 叶老师就是上会的时候 能给我们想很多东西 然后有不会写的题还可以去问的 这个屋子是阅览室 书都是从哪来的呀 开始说我是去旧货店买的 旧货店是那种 那一大堆六毛钱一斤 我从南京买来背回来的 那个时候就是杂志多 这个书买不起啊 这个书老贵老贵的 这个好贵啊现在 是谁给的 书面八方啊 最近我们县复联一下子花了9000多呀 朱能借走吗 可以啊 我800多份借书证啊 哦 一次借一本 一次借一本 孩子们喜欢吗 太喜欢了 太有些书嘛 这些书都翻烂的了 为什么 你看我看你看我看 就是这些书 咱们控制了一些不良的毒品 让他们这个过得愉快 而且对学习有好处 在问及为何退而不休 反而变得更加忙碌 叶连平讲 这和他的经历有关 1928年 叶连平出生在山东青岛 父亲已上三代文盲 尽管生活艰苦 一家人还是想方设法供他读书 一直到17岁那年 实在为生活所迫 高中刚读了一个学期 酷爱读书的叶连平 不得不辍学 之后 他随父亲来到南京 进入当时的美国大使馆工作 父亲在那里做厨师 他在那里做擒杂工 也就是在做擒杂工的三年多时间里 叶连平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解放后 他与几位同事开办了十字扫盲夜校 从此爱上了课堂 然而 美国大使馆的工作经历 却让他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的岁月里 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我现在感觉幸运的在哪里 不管我经过了多少波折 受了多少坎坷 我跌了多少娇 但是我现在还活着 我六五年来到这儿 那是穷困潦倒 几乎就说个不好听话 就是个穷光蛋 我连个背舞都没有啊 当地乡亲们 跟我既不是亲 又不是故 没有任何关系 大家都在照顾我 我跟地方睡觉 然后给我饭吃 然后介绍叫我到游厂上班 请问 乡亲们给我的这些恩 我今天当然已经过来了 我能忘吗 实属安徽省河县补城公社的乡亲 帮助叶连平度过了那段最为困难的日子 1978年 叶连平进入补城初中 成为了一名语文老师 当时已经落实政策的叶连平 有机会回到南京 但他没有选择回去 那您愿意当老师吗 我一上来干这个工 我就爱上了他 而且我说了一个不该说的话 党员不应该迷信的 我说如果到了延老五那儿 延老五下午第二次投生 你想干什么 我还要当老师 我还要当老师 由于教学成绩突出 当地的两任教育局长 都希望把叶连平从这所农村学校 调到县里的中学 但都被他谢绝了 他们的孩子需要我农村学校 为什么教育质量上不去 师资吧 软硬件跟不上 你条件太差了 大学生几年都不来 我们这儿一个大学生都不来 好的不来 好的留不住 所以农村的教育是每况愈下 这就是我着急的地方 叶连平生活的补尘村 位于河县乌江镇中东部 临近省级公路 村里的年轻人多数外出打工 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 不仅孩子们的学习无人辅导 下午放学之后 特别是假日 还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退休在家的叶连平 开始把一些孩子招呼到自己家里 为他们辅导功课 甚至担任监护责任 农村学校外语教学原本就很薄弱 家长普遍没有能力辅导 原本是语文老师的叶连平决定 利用自己的英语特长 主要为孩子们补习英语 为此他找来英语教材系统的研究 还根据不同的英语水平 把孩子们分了班 更有针对性的上课 这是一个班 这是启蒙班 这是初级班 这是中级班 这是高级班 这是什么 得多少分数 好的分数 分数就是按照卷子的要求 现在困难是这个 对呀 都不及格 那没办法 不是一次 您看 正常啊 那怎么办呢 这些孩子吧 他来自不同的班级 都是英语是个薄弱 叶连平不收费 教得好的名声慢慢传开 前来学习的孩子越来越多 每到学校放学 他家里那些高矮不一的桌子和板凳上 挤满了孩子 2010年 乌江镇政府出资 将叶连平家对面的两间仓库 改造成教室和图书室 一位企业家捐赠了60套桌椅 孩子们上课的环境才得以改善 打从2000年开始搞这个所谓辅导站 直到现在我没有向学生收过一分钱 为什么不收 在物质上 在物质上我要求不高 我得自己赢一个生活的阅历 在物质生活上 我是低水平 精神生活要高标准 我一直是屏风这个原则 但是爷爷 我相信您这个物质水平啊追求的不高 但是挣一点点钱 没坏处啊 您说这个钱 是好的吗 钱能解决任何问题吗 不 我认为不能 我拿着国家的工资啊 我吃着国家的粮啊 是人民的钱啊 我没有权利再跟国家 跟政府 跟组织要账啊 好像我生活够 为什么呢 不抽烟 不喝酒 不打牌 不吃零食 我到外边买树 我自己带着干粮 带着茶 我下馆子吃碗 阳春面我都不买 矿泉水我都不买 我说 省下来的钱 要取之于民 而用之于民 我有一个学生 家庭条件不好 爸爸是裁缝 在南京读大学 南京理工 后来考上研究生 研究生的收费呢 比这个大学本科贵 而且还要求他买笔记本 我一次给他一万 哪来的这么多钱啊 工资啊 我有积蓄啊 我不花钱 我一分钱我不花 有的孩子因为住家比较远 来回不方便 叶连平就让孩子们住在自己家里 杨红艳是叶连平早期资助过的学生 初中三年 他一直在叶连平家居住 直到高中住校 我那时候比较瘦 个子比较矮 这样也能坐那马 平时就下雨的时候 肯定就路不好走 我那比较小 然后他知道我的情况以后 就跟我父母说了 让我就跟他在一起住 住在他家呀 对 那吃喝就吃人家的 吃喝就在一起 那你交不交钱啊 当时我父母跟他就是说 也可以一点就是额外的补贴 他要吗 不要一直不要 在叶连平的资助下 杨红艳后来考上了当地的一所大学 因为父母在外地打工 开学那天是叶连平把他送到大学报到 我上大学习他送我去 然后回来三天晚上 他在大乡洞底下 留了一宿 在大乡堆里面待了一夜那一次 我就看出特殊 叶老师的出现 改变了多少孩子啊 应该说很大一部分学生 包括我自己在那 你怎么被叶爷爷改变 如果说我没有叶爷 我可能跟我大部分同学一样 就是学手一样 我们很多我的同学 打工 打工 初中就出学 很多 或者说可能更坏一点 就可能误入其途了 有那么严重吗 我们这边很多 叶连平一辈子无儿无女 和老伴相守过着清贫的生活 至今还住在三十多年前盖的平房里 自从一九九零年退休之后 就一直有受资助过的学生 持住在他们家中 在这些学生心中 这位慈祥的老爷爷就像亲人一样 一上课上两三个小时 这其中他是不会喝一口水的 我说一般年纪人也不行 何况你这么大岁数了 但他总跟我说 他跟他时间不懂 他该跟时间做赛宝 我知道马克思还让我活几天 我今天给他人跟他人说话 我明天说了就走了 那么给我的时间是多少 我没有暑假 没有寒假 没有黄金周 我在上面上午一堂课三个小时 我不是四十分钟啊 我四十分钟我来不及啊 上午三个小时 下午两个小时 一天就五个小时 行啊 我现在仍然能够坚持 就是站的时间长了不行 走的路不行 不能骑车子了 但是讲课没有影响 2018年暑假 叶连平遭遇车祸 被撞伤了腰椎 但手术后仅四天 他就坚决出院 回到孩子们身边 去年8月7号 也是暑假正在补课 我给志愿者的吴杨去买菜 回来骑着自行车 被第三轮撞翻了 破了 胆囊伤了 腰椎脱节 七号受伤 八号住院 九号开刀 回去了 医生给我下的命令 卧床 一百天 属于软组织挫伤 要卧床一百天 我说一百天 我九号开刀 我十三号我就回来了 组织医生 还有一个外科医生 是我的学生 都劝我 老师啊 您这不行啊 您刚刚手术啊 您不能走啊 那您急什么呀 不好好休息 他们很奇怪 你回来能干什么 谁说的 我不能干吗 还是我那句话 是在认为 我十三号回来 我十六号去上课 上课以后 孩子们都感动 您说 这是不是教育 教书仅仅是一个手段 教书的目的是什么 育人啊 为了留守未成年人之家的孩子 叶连平几乎花光了自己三十多万元的积蓄 2012年 他又拿出了2.1万元 连同当地政府和社会捐赠 成立叶连平奖学基金 至今发放了十多万元 用于资助学习优秀的132名贫困学生 然而对于叶连平的做法 有些人并不理解 有人骂我呀 谁骂您呢 太多了 您干的是好事啊 怎么会有人骂您呢 好听一点的 抢生意 抢谁 我不要钱呢 抢谁的生意了 他们收费啊 对吧 这个恐怕在北京也不例外 人家骂我的话好难听哦 都骂您什么呀 那个话 普通话没有 是我们当地的图语 用咱们普通话说的 就是老250 哎 我管他 250也好 360也好 你们讲你们的 我不理他们 我给您举一个例子 现在在南京河海大学 读大学的那个学生 爸爸妈妈在云南 一年回来不了两天哪 三十晚上到家 等不到小年 年初五就走了 我想我想 我把当场那个场面 跟您说一下 您会感觉怎么样 爸爸妈妈跑来了 拉着我的手 叶老师啊 我们走了 我们把孩子交给您了 那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听到这些话 我想任何一个老师 应该是有感动的 这就是跟宗田一样 你剥下的种子 它丰收了 容不着你讲 你不要讲我怎么 你容不着讲 但行好事 莫问虔诚 一年级的一个小孩 一年级啊 他两个手 跪过去的 叶老师 这什么玩意儿 您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啊 他知道 您看看 这个孩子不是我养的 仅仅是我的学生而已 我跟他说 我说你怎么知道呢 日历上有啊 父亲节啊 我说我不是你父亲啊 你就是我父亲 一个一年级的孩子 这么点的大 他能说出这 没有哪个人教他 也没有哪个人叫他 他怎么想起来的 看来这东西 微不足道 我很重视 我很重视 这里孕育着 人的感情 换句话说 当老师的 付出了 我流汗了 不会吃亏 你得到的反馈 远远超过你的付出 杨红燕大学毕业后 在马鞍山市 从事设计工作 现在他经常抽出时间 来看望叶连平 除了帮着辅导孩子之外 还帮着打理叶连平 奖学基金的事情 那如果这个老人家干不动了 或者老人家有一天没了 那这个摊子散了 那他不是白忙活吗 我想我不会让他散的 我现在是这个理由之家 就是教育经营的一个法人 我会继续 把这个盘子给盘活 为什么说到这儿的时候 你情绪会这么激动 因为我不想让 你看 因为每每一周的这个身体肉 我控制不住 因为我一直都很 担心他的身体 他一直就是 比较剧烈那种 而且我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 他是越来越倔强 这天傍晚 叶连平开始忙着收拾教室 准备迎接明天 从外地赶来的大学生志愿者 这几年 在叶连平的感召下 每到节假日 都有大学生志愿者 来为孩子们补习功课 因为大学生志愿者的到来 不仅英语 孩子们的数学 物理等课程 都可以得到辅导 叶连平非常珍惜 这样的机会 他希望孩子们 能够跟哥哥姐姐们 多学些知识 更多了解外边的世界 树立远大志向 我希望我的最后一口气 是在讲台上护出去 而不是在床上 我现在的口号 就是那十六个字 生命不息 战斗不迟 巨功尽瘁 死而不已 我不同意 诸葛亮的话 他是死而后已 我是死而不已 我愿望 等到我走的时候 能够被组织上承认 我是一个合格的 共产党员 心满意足了 这下期 请不吝点赞 Montana 感谢观看